今天來到這個沙灘 就用一下跟隨模式和興趣點環繞 興趣點環繞是順翼光 大家都看到 它是可以向前向後 環繞的 環繞的時候還可以推前推後 鏡頭可以調校角度 一路不停地自轉在空中 定了高度 玩完之後就跟隨模式 跟隨模式 逆了高度 逆了高度 有時會跟掉 跟掉也沒辦法 為什麼呢 有時相機都有情況跟掉 如果正光打下來 就很清楚 沒有什麼跟掉 現在這一下 它就自己沉下來 飛機是自己飛行的 這個跟隨模式 其實樹枝仔很容易搞定你 但這個東西就要小心點玩 先找一些空曠的地方玩 第一沒有人 一會下面整堆人 飛機撞到東西 撞到就麻煩了 現在跟隨模式 它都很穩定的 正面跟隨 它就少了側面跟隨模式 如果側面 它會飛到後面 或者是前面 如果現在這樣 它就在正面 它就會跟隨著 有時會在後面跟 飛機放在後面 這樣就可以 現在它就會有時 向前向後 因為我個人 動前動口 它就會離開 大概10米 它就會 我跟著我跳上來 它就會突然 飛機會退一退後 突然間 它感應到我 感應都沒有什麼錯的 在正光裡面 現在就用手動的環繞 自己環繞一下 平時練習一下 都可以的 現在就是用C模式 直接飛過來 一拍 低空 接著 再回轉一拍 撞低一點 接著就再飛過來 因為它背了肛 我看不到飛機在哪裡 現在就找手動自己推的飛機 人反過來跟蹤它 接著 一拍 這一拍 站好 接著就漸軟 這一拍 由沙灘低飛出去 接著 從低面高速飛回來 多謝各位 拜拜